东风二号研制的时候 也是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进行的 那个时候 人们的印象就是两个字 就是饥饿 他们说的是 上楼梯 两手扶栏杆 蹲厕所 两眼冒进行 很多人在画着图的时候 就饿得昏过去 当时的情况下 黄伟路发明了一种 抗饥饿控制疗法 就是当你饿得受不了 饿得肚子哭叫的时候 就把皮带往里头勒紧一扣 再饿得受不了了 再往里勒紧一扣 这就是他的方法